只有一导师真实拒绝 好声音花钱竞技事件引发关注 近日原中国好声音导师李文、Coco的爆料引发了广泛讨论 李文曾在影片和音频文件中控诉节目赛制不公 而节目组导演柳黎的嚣张发言更加助长了争议 浙江卫视的主管机关浙江广电集团已经宣布将展开调查 争议持续升温,节目不得不宣布暂停播出 其中,有网友爆料称有选手为了夺冠而私下支付金钱 另有消息指出只有一位导师坚持不花钱来保持名额 尽管这些爆料尚未被证实 但这样的情况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在这场争议中,香港男星关志斌也成为了焦点人物 关志斌不仅在新节目披荆斩棘第三季中参与 还在好友谢霆芬的支持下 录制了与赵丽颖合作的音频加油 谢霆芬在微博上表示 关志斌,我刚刚在配音就是咱们派的海关战线 还有张、雪友哥 知道你去了披荆斩棘如果你能走到成团的话 我做饭给你吃尽管节目引发争议和暂停播出 但也有网友赞赏谢霆芬的真性情和关志斌的参与 目前,人们仍在等待浙江广电集团的调查结果 以及节目的后续发展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